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就在研究中国的东方色彩 传统的天然色 那是什么原因让我走到今天 又是什么原因让我今天能够在 这个康当大会和大家一起相聚呢 这个画面就回到我在2009年 法国的这个国际时装中上面 有一个问题叫可持续性时尚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啊 河流已经全部被污染了 实际上呢 国际上的第一代污染源石油污染 而第二代污染源却是这个石上污染 石上污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污染 是石装液 石装液里面每一年呢 有1500亿的石装在生产 但是同时也有25亿吨 被填埋在我们的地底下 这个填下去的要分解的话 就比如说化工材料 花油一些合成的材料 它需要200年才能被分解掉 那从此它会产生10%的碳足迹 我们整个的水污染 根据全球污染的20% 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而在这个里面 它所有的产生的仿制业和服装行业的 这个工业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基本等于了整个汽车行业的 这个工业排放量的总和 所以当我看到这一组数据的时候 我当时被震惊了 我在思考 作为一个时尚行业人士 我们在为美 好像天天都在创意创作 可是我们有没有思考过 我们留给这个地球了什么 留给我们后代什么了 我们在不断地透支 我们的地球的生命 就在那一刻 也就是我的转折点 我从2009年 从法国的这一场听众会之后 我在思考 我的未来该如何走 那么为了寻找这个答案 因为在国外的色彩研发 它是近几百年来的事情 1856年 化工合成染色 那我在思考 如果没有这个化工合成染色 几千年的中国 几千年的人类 它色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里有没有同事 就是朋友们知道的 大自然 对 也就是因为这一点 我就花了将近十年的 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路径 近这十年来 从古代 不断地去翻阅古书 走进各个民族 去拜师学艺 那我们这十年 干了些什么呢 十年里面我才知道 所有的这些 大自然的色彩 它都是来自于植物 动物和矿物 而通过它这样的一个 循环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 萃取完了色彩之后 我们的这些染料 这个最后的一些残渣 它进行分类处理 比如说将有一些 会填埋在地底下 就是做成这个朝气池 在乡村是特别适合的 做成朝气以后呢 它又可以重新发热 而这些腐烂以后的东西呢 大家又知道 可以做成化肥 让我们的土壤进行改制 所以它可以进行 比如说这个土壤是酸性的 或者是碱性的 我就可以用酸和碱 中和的方式 去改善我们的土壤的 本身的这个土质 但同时间 我们也在整个的探索过程当中 会发现 我们的颜色 不仅仅是来自于大自然 它每一个民族 还有自己的文化 我们的国家 有很多关于色彩文化的故事 一会儿我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们就开始 把这样的理念 不断地进行实践 在这个当中呢 就是有一个困难点 就是所有的 因为中国地大物博 所有的东西分散在 全国的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地区 高山 低地 海洋 就是它分散得很散 比如说 在这个云桂川 大家所知道的植物色彩 可能都会知道蓝色 是不是 蓝染 包括在南通 有蓝硬化布 湖南的邵阳 有蓝硬化布 然后往这个广东一带走呢 就会有香云沙 它是用蜀粮染的 在广西呢 它是用柿子染的 在比如说在新疆一带 可能有红花红 那这样子都一个设计师来说 我如果为了做一件衣服 我要五颜六色 那岂不是要把全中国的 这样的一些区域都跑完 才能收集到这么多的色彩吗 这就引发了我的思考 因为我原来在英国的经验 我们的实验室 是成千上万的色彩 是可以提供给 所有的奢侈品供选择的 比如说ILV 这些奢侈品品牌 它来到我们的实验室 只要看到所有的色系 它就设计师非常方便去选择 对吗 所以我就在思考 那在中国有没有可能 我们也来做这项工作 而且我们是用纯天然的 这样的植物去萃取 矿物去萃取的东西 来提供给我们的行业 时尚行业 来替代化工业 所以这就是我开始了 我十年的寻色居女 这是我当时走进云桂川 第一次去探究蓝色 可能大家不知道蓝色 其实是有很多的颜色的 但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 我就以为在不同的时间区域 拿到这个颜色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春天下的单 订的这个色号 大多我夏天或者是秋天 才去拿这个产品 结果我们做了一件完整的衣服 发现左边的袖子 和右边的袖子 不一样的颜色 这件衣服出来 就没有一个袖子 是一样的颜色 但是很困惑 这个订单怎么交啊 我们如何向消费者解释呢 就带给我很多的困扰 于是呢我就跟 我们的少数民族地区的 这些工艺师去探讨 为什么我们的颜色 会这么不稳定呢 很多接触天然色的人 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吧 说你的颜色可能会不稳定 或者容易掉色 刚开始我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再就跟这些祖辈们去探讨 结果他们跟我说 哎呀这个颜色嘛 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时节 不同的温度 不同的产地 颜色都不一样 来看一下 这张图 从左往右 这是冬天 温度极低的时候 染出来的 所以它颜色非常的淡 几乎没有什么颜色 慢慢地随着气温 往上 就可以看到 右边的颜色 越来越明亮 越来越充满活力 因为夏天来了 温度高了 他们在这个染缸里 很活跃地 这样子发酵着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的这件 服饰呢 它就变得特别的 好像是千奇百怪了 后来我们就有一个创意 就为了告诉大家 到这个大自然 它是充满活力的色彩 就做了一件百步衣 结果这件衣服 就走上了 米南时装周 同时间呢 我们也找到了色彩的规律 就是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这个气温下 我们去找到它的规律 就不会出现 不同的袖子 不同的颜色了 这个 当我们找到这个规律以后呢 现在我们就可以 很正常地用天然色 来做系统的东西了 随着这个颜色的探索 我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组 因为时间关系 只能挑几个颜色 跟大家分享 中国色彩不仅仅 不是需要你去记带吗 更只需要你去想象 这些艺术背后的 诗情画意 比如说 远山如带 带色 大家一看到这个带色 是不是很有感觉 然后鼠红 太阳刚出生的时候 的泪目鼠光的颜色 逐月 逐离你月亮升起的时候 逐月色 铜黄 它是一颗植物的颜色 叫铜黄色 然后这是柳黄 这个柳树刚发芽的时候 是黄绿黄绿的 它不是柳绿 柳绿是当它再成熟一点 叫柳绿 但它刚刚发芽的时候 叫柳黄 是不是一说起来 中国文化 这些色彩 让你进入到一个 诗情画意当中 不需要你去记这个代码了 所以呢 这个一探索之后 就一发不可收拾 这十年 不断地走访 不断地收集 不断地研发 将全中国各个地区的染财 进行汇总 并且走进了56个民族 花了七年的时间去走访 然后再进行系统的规整 那我们目前呢 已经研发了中国最多的数量 1082色的单色系 当它应用于食品 应用于化妆品 用于纺织业 它就有很多的裂变的可能性了 大家猜这是在哪里 大家猜一猜啊 这是在我的办公室 当大家到我的办公室去 就会看到是 一个色彩的世界 现在看到的它只是一面墙 我1082色 未来是要做一个色彩的博物馆 是不是等我们把博物馆建好 欢迎大家都来 好不好 好 那么这些颜色呢 我也在想 我们怎么把它应用 怎么为我们的这个城市时尚 带来一些便利 于是呢 我就思考了我们几个路径 稍稍地带了一下 就是首先我们会在 56个民族飞翼基地 来建立我们的染财的 这样的一些基地 它不仅仅可以提供染财 还可以让所有的设计 创作者都加入进来 将民族的文化 色彩传播到全世界去 那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 六个基地 另外呢 就想在城市的这个里面 建立一些城市体验中心 让更多的年轻人 让更多的这些 就是参与到这个当中 来去感受 未来的城市的时尚 所以呢 现在已经在开始启动 碳中和生态时尚产业 我们已经开始与 比如说 孕婴的这种 婴儿面料 开始合作 包括床品 还有现在非常流行国潮 年轻人很喜欢这个中国风 所以我们慢慢已经 涉及到这个时装行业 色彩美誉呢 主要是用于 中小学生 大学生的这样的一些 美誉教程 以及社区 所有的这一切 我们已经开始在践行 大家可以一起来欣赏一下 我们做的一些创意和设计 比如说当我看到这一朵 蝴蝶花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会做来 跟蝴蝶花做一个 餐上的用品和这个 丝巾 我们做了一些 跟它相关联的色彩 然后呢 这个灵感是来自于 这块小石头 是在河里捡到的创意 做成了我们的丝巾 这样一个围巾 还有 所有的这些植物 它已经到了秋天的时候 已经落到地上了 要回归土地之前 我们把它捡起来 重新让它的生命 进行延续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 一些场景 这个时装 这是我们的空间 用到餐具 还有包括桌面 这是我们打造的基地 这个是在花窑族 现在我们在花窑族 洞族 苗族 布衣族 还有流洋的夏布 都已经设立了这样的基地 这是一个被废弃的厂房 被我改造成一个 染植艺术基地 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孩子 都来到这里了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回到我刚刚的名字 这是我在2018年 参加中国的 第一套伊里华府的设计的时候 我们花了五年的时间 去研究中国的义礼 不知道这个字 大家认不认识 这是迎宾之大礼 是属于中国的 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 进行交流的时候 礼乐之邦 礼乐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 礼的一个呈现 那我们当时是为了协助 这个礼的呈现呢 我们研究了它的礼服 从设计到研发到色彩 通过五年时间之后 把这个伊里的华府设计出来 在今年2023年 走上了法国的罗浮宫 在开幕式上 已经呈现出来了 而在我做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 2019年的时候 我在周里的考工记里面 找到了一句话 五色之变 以张为之巧 张巧 我的名字 我就发现这个就是我的使命 上天安排我来做的 就是上天安排我来做 这个五色的文化 它的这个呈现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 已经代表中国 在法国的第一套伊里华府 以上是我的分享 我就希望我们的 这样的十年的努力 甚至持续的努力 都能够为我们的 未来城市时尚助力 带给大家自然的美 人文的美 以及民族的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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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